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六百五十九集 皇帝的脸色越来越白 白到快要透明起来 根本没有听到陈平平最后的那句话 你或许能说服范贤 能说服自己 这些年来你为了当年丹州海盼 城王府里的事情在努力做着什么 在努力地弥补着什么 实践着什么 陈平平刻薄地望着皇帝陛下 但你说服不了话相中的他 只不过 如今的他不会说话而已 但陛下 你也说服不了我 很不凑巧的是 我现如今还能说话 皇帝沉默许久 苍白的脸色配着他微微发抖的手指 可以想象 他的内心深处已经愤怒到了极限 他缓缓抬起头 望着陈平平冷漠说道 阵着一声 其实做得最错的事情 就是当年还是太子的时候 听他说朝廷百官 需要一个独立的衙门进行监督 所以朕不顾众人反对 尚书父皇 强行设立了监察院这个衙门 朕更不应该听他的 让你这条怎么也养不熟的老黑狗 这个浑身尿骚味的烟人 做了监察院的第一任院长 庆帝的声音很平静 平静之中却夹杂着无穷的寒意 陈平平沉默许久之后 抬起头十分平静地说道 就连监察院 我这条老黑狗死命 看守了数十年的监察院 只怕也不是他想看见的监察院 皇帝听着这位老脖子悠悠说道 监察院是监督百官的机构 却不是如今畸形强大的特务机构 尤其是这个院子本身 还是陛下你的院子 陈平平忽然难看地笑了起来 双眼直是皇帝的那张脸 还记得监察院门前的那个石碑上 写的是什么吗 那是一段金光闪闪的大字 永远闪耀在监察院阴森的方正建筑之前 不知道吸引了多少京都百姓的目光 然而 却永远没有人会真的把这些字看得清清楚楚 监察院的官员都背得很清楚 然而 他们却不知道这段话背后所隐藏的意思 最关键的是 当年的那些人或许知道这段话的全文 然而不论是皇帝还是别的人 或许下意识里都遗忘了这一点 整个天下只有陈平平 以及监察院最早的那些人们 一直记得那段话 我希望 清国的人民都能成为不羁之民 受到他人虐待时 有不屈服之心 受到灾恶 清洗时 有不受挫折之心 说有不正之事时 不恐惧修正之心 不向财虎献媚 这是叶青梅留给监察院的话 然而这段话并没有说完 后面还有两句 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 就这样的淹没在了历史的尘埃之中 陈平平默然地望着皇帝陛下 呼干的双唇微微颤动 一字一句地说道 我希望 我的王 陈平平眼光里带着叶末灼热 以及愿意为之付出一切的执着 从一开始 监察院 就是用来监察你的呀 玉书房又安静了下来 从黎明前最黑暗的那一刻 到朝阳月出大地 再到暖暖晨光被乌云遮住 嬉戏离离的秋雨飘蓄似的落了下来 在这样一段时光之中 玉书房里的声音就像是天气一样 时大时小 时而爆裂 时而像冰山一样的安静 此间的气氛更是如此 一时紧张刻薄 一时沉默铁血 一时亦往事而往然 一时说旧事而寒冷 庆国的皇帝陛下与陈平平 本就不是一般的君臣 这二人之间的战争 也与一般的战争 有太多形式上的差别 直到此时 陈平平只是言语 或许只是言语所代表的心意 在那里举着稻草 刺着 扎着 盼望着能将对方赤裸而胶嫩的心脏 扎出点血 刺出新鲜的伤口来 一抹并不健康的苍白 在庆帝的脸颊之下久久盘缓 不肯散去 他的眼眸空蒙 不 应该说是十分空洞 危险瘦削的脸颊 配上他此时的神色与眼神 显得格外冷漠 谁也不知道庆帝此时的心头 究竟有怎样的惊涛骇浪 他只是静静地看着陈平平 在沉默许久之后缓缓说道 你凭什么来监察阵 他冷漠地开口 阵舍弃了世间的一切 所追寻的是什么 你们何曾懂得 这是身为帝王 对于老黑狗的一种不屑 然而陈平平的双手 很自然地搁在黑色轮椅的扶手上 淡淡地看着他 眼神中有的也只是冷漠和不屑 君臣二人 彼此对彼此的冷 彼此对彼此的不屑 就这样弥漫在整个御书房里 陛下 您再如何强大 庆国再如何强大 可你依然改变不了一个事实 你最不愿意承认的事实 陈平平微垂眼帘说道 庆国之强大 最终还是依靠于 他的遗则 如果不是他留下了内裤 源源不断向朝廷 输送着赖以生存的血液 如果不是他留下了监察院 帮助陛下控制着朝堂上的平衡 我大庆连年征战 你如何能够让庆国支撑到现在呀 你想证明 没有他 你一样能够把事情做到最好 甚至比他还活着的时候更好 陈平平缓缓抬起头来 沙哑着声音说道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 盐道之为您播讲的长篇小说 庆云年 你想掀开它 盖在你头顶上的那片天 然而实际上 你却只是证明了 你必须依靠它 你不如它 多以 陈平平很平静自然的话 刺中了皇帝心脏的最深处 皇帝忽然想到三年前的那个雷雨夜 自己在后方不远处的广信宫里 曾经亲手掐着李云锐的咽喉 对那位最美丽的妹妹说 你怎么也比不上叶青梅 她的心头微动 面色微微发白 薄而无情的双唇 敏得极紧 冷漠说道 历史终究是要由活人来写 朕活着 他死了 这就足够了 所以说 陛下 陛下你何必还解释什么呢 你只需要承认自己的冷血 无情虚伪 自卑 陈平平的脸上浮出一丝笑容 这样就足够了 他 真的是一位仙女 不食人间烟火 大慈大悲吗 皇帝忽然微朝开口说道 还是说 在你的心中 只允许自己把他想象成这样的人物 不 不只是你 包括范剑 包括靖王那个废物 恐怕还包括安芝在内 你们所有人都认为 对朕冷酷无情 却放肆地平由自己的想象 在他的身上描绘了太多的金边 他不是一个人 也不是一个仙女 更不是一个来打救世间的神奇 皇帝悠悠叹息了一声 眉头渐渐皱得极紧 缓缓说道 他只是你们这些人 不 以往 包括朕 在内也是 他只是我们这些人的想象罢了 朕往往在想 这个女子是不是根本从来没有出现过 只是任由我们的想象汇聚在一起 再凝成了这样的一个人 陈平平冷冷冷冷地摇了摇头 你知道这不是事实 可依旧是想象 皇帝的面容冷酷了起来 唇角微翘看着陈平平说道 你们这些废物 把对世间一切美好的想象 都投注到他的身上 所以他在你们的心中 光辉无比 甚至连一丝暗影都找不到 冰雪聪明 却无谋人的心机 悲天悯人 却不是一个不通事物的幼稚女子 而是有实际手段 去做的实感家 皇帝双眼冷漠 继续说道 这是一个怎样的人 一个没有任何缺点和漏洞的人 这样的人 还是人吗 他忽然笑了起来 悲哀而力气十足地笑了起来 可惜呀 世上本来就没有这样的人 他一样是个凡人 有喜有怒 有光彩 有阴暗 有心机 有阴谋的普通人 说到底 他和朕又有什么区别呀 陛下 陈平平缓缓地摇了摇头 他若是你所想象的这种人 他又怎么可能 死在你的手上呢 是吗 皇帝的眼瞳猥缩 怪异地笑出声来 每个人都成为自己的王 好狂妄的想法 监察院 原来是监察朕的 朕直至今日才知道 原来你这老黑狗 竟然是他留下来监视朕的 他当年若不移朕 若不防范朕 又岂会留下这样一句话来 错了 陈平平面色默然说道 不论是谁坐上龙椅 我监察院便要监督于他 这并不是他从一开始就提防你 想要对付你的证据 那霸道公爵呢 不知为何 皇帝的语气忽然变得极为阴暗幽深 声音虽然高了一些 但却让人感觉不到丝毫暖气 他的声音就像是被九幽名水 泡了亿万年的剑一样 直刺御书房的四周 皇帝的脸没有扭曲 只是空洞的眼神里 闪过一丝阴寒之色 一字一句地说道 当年他传朕霸道公爵 朕本以为 他是想着北齐东夷两地 各有一位大宗师 他才有此决断 朕感激至深 凭着霸道公爵 朕带着你 带着叶崇 带着王志坤 纵横沙场 横扫四合 难得一拜 然而谁会料到 这所谓的无上功法 背后里却隐藏着无上的祸心 皇帝的声音 在出离愤怒之后 变得一场冷酷起来 当年初次北伐之时 朕便察觉体内的霸道真气 有些蠢蠢欲动 不安分起来 然而势在必为 朕领军而尽 与战清风在北部山野里连绵打战 然而却在这个时候 隐患爆发 朕体内 经脉尽端 陈平平默然 他是对这段历史最清楚的人之一 当年北伐艰难 战清风大帅 用兵老辣至了几点 大魏兵员游胜 南庆以数万之师冒险北进 着实是九死一生的选择 然而大魏已然腐朽不堪 民不聊生 若想改变天下大势 从而开创出新的局面 和将来的可能性 南庆的发兵是必然之事 实为太子殿下的庆帝 领兵北征 而陈平平却是留在了出社的监察院之中 一方面是要保证京都的安全 二来也是与战场保持着距离 保证冷静的眼光决策 本来便是敌强我弱之事 恰在大战最为激烈 战清风率大军 于小山外围包围庆军之时 庆军的统帅太子殿下 却忽然受了重伤 全身经脉尽断 将我于行军营中不能动 虽然实为副将的叶崇 以及亲兵营少校军官王志坤 在最关键的时刻站了出来 然而战场之上 南庆本就处于弱势 统帅忽然又不能逝世 转瞬间 战清风大军挺进 南庆军队被打得四分五裂 而太子也被困在了群山之中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 陈平平带着监察院黑旗 完成了他们震惊天下的第一次 千里突进 生生在大魏军队 迎支的罗网上 撕开了一道大口子 冒着无穷的风险 将太子 也就是如今的庆帝救了回来 一路艰辛不用多提 黑旗几乎全军覆没 才将今日的皇帝陛下救了回来 在那时 陈平平心头就有一个疑惑 究竟陛下是受了怎样奇怪的伤 外表上并没有什么大的伤口 但内里的经脉却全部碎断 变成了一个废人 这些年里 陈平平猜到了一些什么 而且范贤也曾经面临了一次 险些经脉进断的危险 他自然知晓 当日皇帝陛下诡异而可怕的伤势 由何而来 想必 就是霸道公爵 练到一定境地之后 必然会出现的危险的关口 感谢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 闫道之为您播讲的长篇小说 《庆余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